大家好 我是貌的氣的老彎童周聰達 今天給大家唱幾句大鼓書 這個大鼓它主要的樂器 一個是三弦 三弦是要有人彈 在我家鄉過去唱大鼓書的 彈三弦多數是盲人 還有唱大鼓書的 有鼓跟靶 有的是鋼的 有的是銅的 兩塊月牙一樣的板 掐在手裡打 手裡敲著鼓 這是過去唱大鼓書的樂器 就是鼓板 還有一個彈三弦 現在我也沒有人跟我來伴奏 我既然也沒有鼓 也沒有弦 也沒有板 有的話恐怕也不行 如果有人跟我伴奏 真的給我彈上翔 我還不知道從哪裡長嘴了 恐怕也唱不了 所以呢 今天我要給大家唱幾句大鼓 那可能有的地方 唱的不一定就是那麼對 唱的有的也可能會唱的不太對 不太那個 那個 請大家多多包涵著 原諒著一點 另外呢 這個有鼓有板有弦的伴奏 唱的就是 它有喘氣有休息的機會 如果像我們這樣 就是這樣唱的話 你也不能唱一句挺一句等著 它沒有那個弦的聲音 沒有配那個弦跟鼓板 你也不能停在那裡等著 那也是不像樣 所以說呢 這樣唱是比較累的 那 那麼我現在就給大家唱幾句 這個大鼓書的這個 鬧天公 大鬧天公 孫悟空跟一二郎鬥法的一段 因為它是比較長啊 最少也得半個小時 所以說 就找中間這一段 給大家唱幾句 給大家 鐵灰鐵灰 鬧天大鼓的這個調 其中有悲調啊 在我們家鄉那邊的 不管是大鼓書 還是那個皮影 還是大口鬧子 也就是後來的瓶戲 悲調都好聽啊 如果你細細細 體會 你要注意聽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悲調都特別好聽 就是二人傳 東北的二人傳 跟我們家鄉那裡 有的地方唱東西 是比較相通的 所以東北的二人傳 如果唱悲調 也是特別好聽的 而且它有的調 跟我們家鄉調 是相同的 大概也是互相借見吧 誰借見誰 現在也說不清楚啊 也不知道 那現在我呢 就給大家來唱幾句 這個鬧天大鼓 鬧天公 嬰兒郎變了個二十多歲的小寡妇 她要去上坟拔著燒 神川州北來她頭戴著笑 三尺馬生積在她的腰 左手拿著千張紙兒 右手拿了一個江水漂 男人上分花十字兒 扶著人家手紙兒我們畫圆走 畫了一個圆圆兒就像冰盤那麽大 留了一個口兒把這西南蟲召 懷中取出來這三宗寶 火龍火石火鐮刀那麽蒼 冷地打著了火 隨手就把這個紙兒點著 火燒白紙兒把那青眼毛羊兒當 把小嘴兒一撇就哭起來了 哭了一聲天兒來叫了一聲地兒 哭了一聲 長母娘的姑爺婆婆的兒子 大一字兒的妹夫 小一字兒的姐夫 大白字兒的兄弟 小叔子兒的哥哥 我那沒出福的唐叔伯女婿 可你怎麽死了 啊 丈夫你該死 你死的可太早 别笑我 年轻切的我可怎么样地收着 说起来 我的苦处可实在是不少 真教人越似越想越心教 这苦辣酸甜 唯有自己知晓 没有个知心的人 而我这花儿可对着睡笑 今日里上饭烧枝 我要诉说我的苦恼 好可怜 活人说话 你这死人可听不着 那么你不能听我爱叨叨 你活着 种种渐渐 全然去都好 你死后 我叫着什么都变了 大白子当家爱喝酒 小叔子脾气抱他光爱吵吵 小姑子调缩的真难受 大姑子竹家他还爱不离儿跳 老公爹愣说是我放肆了你 老婆母成天没事下到老 他说我烧火烧的柴河飞 啪啪啪 烧火棍就把我的脊梁骨敲 也是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就扑通通 把我推了一个羊八脚 摔了胯 扭了腰 蹲了胯骨走了 还磕了我的后脑手 把我们留个月的身子 愣给摔掉了 正是儿郎 胡装酸 孙大圣这里 巧了满意巧 我当你摆针 逃了跑 原来你在哪儿瞎到老 你教着你的办法好 老孙的方法比你高 摇身变了一个小伙儿 有两个花门笼子在手里提招 一个装招 刺刺为一个装招 大野猫 晃晃悠悠往前走 我曾说花仙还要 嫂子啊 你年轻前的收了过 我今还是广棍一跳 你在年轻 我在年少 不如咱们俩一块过了 你说这个大声 愣不愣 行说着 探头锁闹锁闹 探头流了流球打了大声 来到了切尽 你还要伸手把二郎的脚来冒 呀 让二郎说声可扫死我 把我这神强 早见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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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